你在做什麼 明年預測值更降到只有1.84% 連2%都不到 畢竟大陸經濟也很傷 他13.5規劃 已經把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 從以前的7%到下修到6.5% 他今年光下修0.1% 0.2% 台灣整個經濟就從4%掉到1% 大陸打了個噴嚏 台灣立刻重感冒 台經院院長林建甫更說 都是油價惹的貨 因為油價跌也造成了很多的 日常生活產品 價格在跌 這裡面還包括房地產的價格在跌 所以大家都延後消費 一般民眾苦哈哈 但金字塔頂端卻是撤嗨嗨 台灣百大集團調查 0元資產有7兆最會賺 富邦台灣金控緊追在後 百大集團資產加起來超過79兆 創下歷史新高 不過百大集團卻也出現資產M型化 前20%集團透過賓購 平均資產成長超過10% 但是後段班20%公司僅僅增加1.28% 尤其半導體產業最嚴重 景氣不好的時候你賣不動東西 那買就是一個策略 趁你的對手股價低的時候 把它買下來並購 等到景氣回春市場上就是擬度大 經濟在今年第三季沉落谷底 全年經濟能否擺脫負成長 還要看第四季出口表現 M型化趨勢恐怕也加快企業 整併跟調整的速度 東森財經新聞 陳和平 魏林彥 台北報導